我要讲坦白的 国家民现在买的是42块美金 42块美金 所以大家不要想象中 不可能是 现在他们还在谈 那待会我们也希望他们能成功 我想这个对于国际疫苗 价钱比较这些 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假议题 因为第一个 即便像这些重要的公司 他们对外都说了 每一个国家像他买疫苗的时候的时间点不同 他的价 那个什么 买的量不同的时候 价钱就是不一样 你现在列出来说 欧盟国家 你要知道 光欧盟买AZ就买了快6亿剂 我们买1000 这个价钱怎么比 当你买的量越多的时候 你的谈判的从买越高 那科兴呢 科兴可以从824块到1663块 所以谁贵 所以这个疫苗不在于贵不贵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国家 它的溢价的时间点 溢价的量是不一样的 我们此刻去买高端的 高端疫苗的价钱 我就不相信买不到BNT 我就不相信买不到莫德纳 此刻 我叫此刻 因为你是此刻上的订单嘛 我觉得是行政团队 在指挥中心啊 真的做得非常可耻的事 这个议题 大家也不会争辩 不会讲这么生气 我们希望我们买疫苗 没有太贵 这个大家都同样的 也不可能说 政府会去当白痴嘛 刚才文字幕委员讲了说 欧盟买疫苗买收益剂 坦白讲 我们今天所有资金都有落差 事实上现在看的这个是2020年7年12月比例时 这个国家 每个国家国情不同 它和国家联盟商的不同 关系都不同 价格都是非常互动的 事实上欧盟不是采货 采货12亿剂 采货18亿剂 我讲坦白的 国家民现在买的是42块美金 42块美金 所以大家不要想象中 那跟他盘纳的 不可能是 现在他们还在谈嘛 那待会我们也希望他能成功嘛 所以这个 和时间量数都有关系 事实上我们也在 盼行其他可能性啊 价格都 涨很高 但是 基本涨很高你要买 不定买得到 所以我们 用到这个心理来看待就好了 至于说 我现在是800多嘛 啊以后 以后真的要当然采购价格 和数量 当然 会有不同嘛 那现在的时候你 你不先去议定的话 将来我们买不到 这是战略物资